本片由同撈同煲贊助拍摄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去我地头九龙城打边炉 这间铺铛一走进去 你就可以发现它非常搞鬼 由装修到摆设都充满着怀旧元素 大家不要以为东西是旧铺流落 全部都是老板开铺时找回来 有些真是旧铺 有些是特意找人做的 连长生几幅画和海报都是找专人画的 装修玩怀旧 餐牌一样有些怀旧东西 但随此之外 又有一些很创新的食物 稍后再拍给大家看 价钱大家看到了 人均消费我想就300元起了 看你叫什么 留意有10元酱料费和加一 一般火锅店就没什么厨房东西 这里就有些小食 而且是不常见的东西 例如虾多士 炸鸢炭炭和这碟金钱鸡 真是很久没吃过 熾熾熾薯条就吃得多了 这里就有熾熾炸鱼皮 有芥末 BBQ 孜然 蜜糖 麻辣 蜂茄六个味道可以选 鱼皮还是手工即炸 都算多大块多厚 不会太薄太碎 一般来说 打边炉汤底多数都是配角 但这里的汤底 我觉得其实是主角 餐厅方面 也建议客人 坐下喝口汤 然后吃汤底里面的食材 之后才开始打边炉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材料是很多的 包括花胶 桃胶 虫草花 竹笙 金华火腿等等 还有半只鸡 和一圈冬瓜 煮到差不多 店员会帮忙剪开鸡和冬瓜 这煮汤 饮得很重金华火腿味 我问老板为什么 他才告诉我 汤底下了火腿骨去熬 这一份 是有正书的飞驼牛 可以当刺身生食 餐厅也有 青檸 柠檬 芳芝 和酱汁 它的质地 和中拖罗有八九成相似 而且完全不会有一般 生牛肉的腥酥味 不喜欢吃生食 当然可以拿它去煮一下煮一下 油花这么漂亮就很难不好吃 如果不喜欢牛太肥 这里也有其他牛可以选 我们今天就试这只封门钮 即是横隔膜肉 有照头得来都算软 肉味非常浓郁 单点的火锅店 一定有一系列的手打丸 这只就是梅菜猪肉丸 本身粒肉丸的质地做得紧致有弹性 梅菜的比例也是刚好 手工饺子都有几款 我们就试这只芋头腊尾饺 看样子包得很饱满 不会有一股风感 咸料方面有芋头 腊肠和滋肠 口感和味道上的层次感都很丰富 这家店最奇怪 就是可以叫点心来打边炉 例如有这只鵪鸢蛋烧买 火锅店哪有点心师傅的? 我以为他叫货 猜不到 原来是他们师傅自己包 用来打边炉有几个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食物 但时间和我的胃也有限 不断拍给大家看就算了 最后我们吃了糖不甩 最近在做半价优惠还送啫喱 首先店员会帮你撇走汤上的油 然后把糖不甩放进去 让它油回两个圈 之后就会展开它和拌均匀配料 吃起点咸多多甜 多有新鲜感 今次也帮各位观众争取了优惠 详情请参考下面info box 有任何问题 包括最新价格、订位等等 请直接联络餐厅 新观众 如果对这个频道的广告有任何意见或问题 请参考info box的Q&A连结 今集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给Like打表情符号 下条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